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上班的这种年轻人 他很多时候呢他会 医生我这段时间血压控制非常好 我一问好了早晨刚起床 晚上要睡觉了 那么当时是在家里很方便量了一个血压 非常好 我说不行 为什么呢 像年轻人这种状态的话 我需要的是什么 血压高峰期仍然控制好 才叫控制好 那么对这部分人来讲 什么叫高峰期呢 上午9点到11点 下午2点到4点 这是人一天里面这个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这两个时间段控制好 才叫真的控制好 那第二种人就不一样 老年人 老年人血管开始硬化了 他这个时候的血压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血压高峰落在什么 下午晚上早晨 这个时候我要求什么呢 你下午晚上和早晨的血压 也控制打掉 才叫打掉 那所以说不同的人群不一样 那么到底医生需要什么时间的血压水平 那一定要和医生协商好 然后按照医生的要求来提供一个高峰时段的血压水平 这上午五行咬的血压水平 感谢观看